白色私家車和Tesla電動車在大魯山隧道內相撞 消息指星期一下午5時多 50歲的白色車司機懷疑突然暈倒 失控撞向前方的Tesla 當時車內還有一名小孩 私家車司機被困昏迷 消防員將他救出後 送到威爾斯親王醫院搶救 但最終不治 Tesla司機就報清頸痛送院治理 事發後大魯山隧道往沙田方向管道快線封閉 現場一帶交通濟實